大家好,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过 用这个凤尾长寿花来嫁接七种颜色的长寿花 那么我在嫁接好之后呢 第二天就给它套袋 然后呢放在一个方线明亮 然后通风环境非常好的地方 现在呢已经过去呢大概有十天的时间了 那么我从外观上来观察的话呢 发现里面呢这个植株的状态还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我就打开袋子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植株现在的一个长势 还有后期应该如何正确的养护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袋子先拆开看一下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在嫁接之后的这个植株啊 现在的话呢这个嫁接的长寿花呢 现在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叶片呢还是非常的硬朗 然后呢有一些长寿花呀 现在呢都已经开始啊冒心芽了 这里呢也已经冒心芽出来 就说明呢我们这种嫁接方式呢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蜘蛛的这个生长啊其实还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后期我们应该怎么养呢 其实呢我们在嫁接十天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用这个袋子把它套住 然后呢把它放在一个适合的地方 等到再过十天左右 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的把这个袋子给测掉 然后再让它慢慢的能够接受到一点稍微比较柔和的光照 后期呢不管是胶水呀还是鬼光啊这些呢都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然后我们之前呢是用这个架接袋呀然后呢把它啊绑住的 那么我们呢大概要等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架接袋呢给测出 那么基本上呢测出之后呢这个蜘蛛的这个伤口啊就就愈合的差不多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呢一定不能够给它强光曝晒 一定要等蜘蛛已经完全愈合了之后呢才能够给它过多的光照 要不然的话呢它还没有完全的愈合我们直接强光曝晒呢很容易导致这个长寿化会伪粘 然后等到它已经完全愈合之后呢我们就要及时的补肥了 补肥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刚开始不能够用一些太塑效的肥料 太塑效肥料的话呢它可能还承受不住可能会出现肥害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最好就是用一些畜生长的肥含蛋甲含量比较高的肥料 那么我一般的话呢就是用这个畜生长性的营养液 蛋甲比例是30比10比20充足的蛋肥和偏高的甲肥都有利于这个蜘蛛的生长 当然呢我们在之前栽种之前呢盆土底部呢都是给它添加了底肥的 我当时呢用的是这个发酵辅塑好的羊分 如果大家没有盆土里面埋上羊分的话呢可以在这个盆土之后也给它埋上一点这个羊分 周围这个腰肥来使用 后期呢再来追尸这个畜生长肥就可以了 等到蜘蛛进入一个快速生长期 我们再吃一些含钾含量比较高的肥料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这个枝叶涂涨之后呢 只要养护得当 那么这个长寿花呀 后期不仅枝叶繁茂 一开就能够开七种颜色的这个大花球出来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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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订了